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市場方面升147點,最22113點,升風不足1% 國企指數升92點,最9950點 大股成交暫時是162億 跟進一下家庭觀眾的查訊 在電郵方面,吳先生想問兩隻股份 他已經持有,分別是66號港鐵 以及3988中國銀行 先說66號港鐵 家庭觀眾,在二十多元的時候買了這隻股份 暫時看到港鐵現在做了27.25 暫時有些利率在手 想問一下,暫時應該有什麼看法? 前景如何? 港鐵來說,最近的勢頭都比較差一些 更加看到在上個星期來計 匯豐證券那邊出了一份報告,將它下降了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一來利率的上升 因為你看到現在美國方面開始退市 見到十年期債息也在抽升上來 或多或少,對於這些傳統的公用股 或者收息股來說都會有潛在壓力 二來也看到零售的租金增長放緩 這一方面也對港鐵來說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因為港鐵其中一部分的業務就是來自地產 或者收租方面 如果你說見到今年整體的旅客消費 那個意欲是降低了 普遍的零售消費的數字都是增長放緩 對於一些收租物業來說,回報也會下降 變相對於港鐵在短期來說 的盈利都可能會受到一些上揚 所以你見到股價方面 在去年的十月開始 都是有個下跌的勢頭 在最近這一個多兩個月就更下跌得比較厲害 雖然你看到這幾天就有些反彈 但彈到上去現在條十天線 似乎你說要穿的機會都不是那麼大 就算是穿度也好 上面大約二七.6、二七.7這條二天線 都仍然是有個比較大的阻力 所以現階段本身是握住了 暫時我都建議你可以 讓股價再彈多一點 去到二十七.5這些位置 就可以去到走一走 另外一隻是有貨的 就是中國銀行 編號是3988 家庭觀賺了兩個五毫半的時候買了 見到現價賺三個二毫九 都升超過1% 先問一下你 這隻來講內銀股 大家都講內銀方面面對不少挑戰 應該怎樣看這隻中銀 對啦 內銀說的是 對上兩個多月就跌得相當之慘烈 但都見到在昨天來說 其實很多的內銀股都由低位 有個相當之凌厲的反彈 你說消息面上面 就見不到有些什麼很利好的因素 反而大家都可能害怕 就說去到這個禮拜 其實本身之前放逆回購的資金 都是到期的 那我講的是 如果你說中央去到明天 都不再出另外一次的逆回購 這個禮拜到期回籠的資金 就有四千幾億那麼多 那你說會不會 這個短期資金緊張的問題 都會令到那些銀行的拆息 會再度抽高呢 所以短線裡面 我覺得這些內銀 你說彈到這些位置 就未必說會再有一個太大的上升力度 所以如果你說中央來計 你看到現在上到3.3這些位置 我相信阻力都是比較大些 如果你說之前是低位 就是拿了貨的 這些位置都可以考慮去吃了護膜 好 多謝大家嘉靈觀眾 吳先生方面的電郵查詢 跟進一下電話方面 第一方面經易接通了有吳小姐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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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想問什麼副分 我想問這個883呢 今天好像不太動 它不動 如果股市跌回會不會又跌回呢 我就看看 可不可以在這位置走 還是讓它先開開 好 吳小姐 本身你自己有貨是什麼 買了一個住貨 12.24 12.24 暫時來說有少少利潤在手 見到現價來說 還有12.84 中海油 中海油現在正在升 超過1% 之前在低位反彈 上來這個位 應該是先走了 還是說還可以有上網的空間 去到這些位置 坦白說 我覺得反彈的空間 已經不是說真的很多了 因為你看到是由低位 11.40多 彈上來 現在都叫做彈了接近一成了 那你說的基本面 是不是真的在短期之內 有一個很明顯的好轉呢 暫時見不到的 一來你說見到油價方面 其實都是九十多元這些位置 是拉鋸緊的 二來也是見到 就是那個產量的增長 去到今年上半年 都未必說會去到一個 就是相當之高的水平 還有就是見到之前 很多的大行都預計 就去到今年下半年 那些油田項目 才能夠可以慢慢復產 所以如果你說 看回那個股價 他在之前兩個月 是跌得這麼急 那最近這個幾個禮拜 就做回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那你說現在去到 大概十三元邊這些位置 相信阻力都是比較大些 那因為都見到 他由十二月初那些高位 大概是十六元左右 拉一條下降軌下來 那現時就正正去到 十三元這些邊 那所以如果你說見到股價 就是靠著這些位置 見到成交又開始轉弱 上升動力亦都開始減弱 那我都建議你可以考慮 在現在十二個八毫領 十二個九 坐近這些位置 就走一走貨先 好,吳小姐 第二隻股份想問的是哪隻 三二三是兩元買的平均 那你知這次他的上網會去到哪裏呢 好,三二三就是馬鋼 現在這一刻做的是1.91 暫時升幅超過1% 加零公眾平均價是兩元 暫時稍微捱少少少價 應該怎樣做部署呢,Jason 這隻股份在一月底的時候 發了一個盈起 他都說在業績來計 比起2012年來說 可以扭規為盈 但是你說利潤會不會很多呢 說的是一億多人民幣 就真的不是多的 再加上本身 都是因為出售了某些資產 令到他獲得一個一次性的收益 所以才導致出現這個盈利 實際上如果你說計算去核心的經營業務 就是煉鋼那邊 其實暫時來計算 都未見到一個很明顯的起色 但是當然你說本身這類的鋼材股 其實在去年來計算 走勢都相對比較弱些 但是你說跌到現在兩元以下這些位置 相對的支持都是比較大的 就是說你看到之前 下到去過百 其實都叫頂住了 就沒有說再跌的 所以你說短線純粹是駁回一個 就是追落後 或者駁回一個短期的反彈 其實我覺得那個直播率都高的 如果你說之前兩元買了的話 暫時都可以先拿著 但是始終你說這類鋼材股 今年我覺得一個基本因素 都不算太強 所以接下來股價有機會彈上去 你買入的價格 或者再高一點 你看到兩個一 其實都已經是差不多的 你拿著這些股 就真的不要遇到股價 可以有一個很大的升幅 好,袁小姐 還有第三隻股份上網 220 是 這次的上網會去到哪裏呢 我平均價都9.1 好,9.1 暫時還未到自己的家鄉價 我看到現價來說 就是南方A50做8.94 升1%都不夠 然後A股近來來說做得好一點 這隻更新 其實上網空間還有多少 Jason 這支A股的反彈 其實都是有即可尋的 因為一來就看到 現在在內地方面IPO市場就暫停了 就是進入一個空窗期 但是這個空窗期不會維持太久 我自己比較擔心去到三月份 就是IPO再度重啟的時候 就有機會對於資金面方面 會有一個壓力在 但是當然有些利好因素 都是說 接下來三月初開的兩會 大家都會有些期待 包括會不會在改革層面上 都會為及某些板塊 或者對於GDP的增長定的目標 是不是未必好像之前想到 會定得太低 所以基於這些因素 就令到近期內地A股 都叫彈上來 但是你說去到現在 看到上升指數 大概去到2100這些位 我相信又未必可以再彈很多 你說上面一個短線的目標 我也是看上到2150左右的水平 所以你看到這一隻的222來計 說到最近這四個交易日 的確是升得相當厲害 但是當它現在上到9元左右 一來靠著50天線 二來也是看到之前一個 比較大的雙頂頸線的阻力 其實都是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位 所以如果你本身 9元左右買了 你就不要太過貪心 接下來看到股價到你的家鄉價 去到9元至9.1左右 其實都可以找位去到減一減遲 寧願等它接下來的股價再回多些 去到8.5元、8.6元這些位置才再買 好,謝謝Jason 接下來跟大家跟進下位嘉寧觀眾的查詢 有一位是K77的朋友 我想問一下兩隻內銀股 分別是中國銀行3988 以及農行1288 我想問現價去到買入作中線的投資 可不可以 大概會買兩隻 每隻就買一萬股 還是應該等便宜些才買呢 我看到其實昨天來說 整個內銀板塊反彈 今天來說繼續做得好少少 暫時都站穩 應該怎麼看內銀股 好不好去買長線投資 但由去年開始說 利膽消息多於利豪 對,做長線來說 當然在現時股值的水平 的確不是貴的 所以就算跌來說 也不會跌得太多 但你也要這樣想 當市場開始回到上升勢頭 你說這個板塊會跟到多少 極其量 你說市場可能升一成 這類板塊就跟回升一成 就未必可以跑得贏市場 最主要的原因 一來就是本身 今年整體的流動性方面 就開始會收緊一點 說經濟增長放緩 也都令到企業方面的借貸 意欲或者借貸的額 都有機會減低 再加上 本身現在內地說 要嚴格控制一些影子銀行 或者嚴格控制一些地方債 也都會令到這些內銀股的盈利 會受到一定程度削弱 再加上接下來 你說出業績 大家都要留意 究竟他們那個不良貸款方面 會不會有機會有個很明顯的增加 這一方面 其實對於內銀股來說 亦都是有個潛在的風險在 所以你說這類股份 純粹駁回一個短線的 追落後再追多一點點 就沒有槍桿 你說好像龍行那樣來計 但是接下來去彈的 彈到上去3.5號嶺這些位置 其實機會都很大的 但是你說要去做一個長線保處 要他可以跑贏大市 我相信機會都不算太高 好,謝謝Jason詳盡的分析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先回答到這裡 下一節的問題環節 將會是11.05分 和你先做新報 Jason 剛才提及過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謝謝Jason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將會換來我們的郭Sir、郭獅子 會和大家說說大市方面的出身情況 想聽的話,不要走開了